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现在开售! 录的镜头真的有光明望,周深启示一周年,心向远方勇敢追,一年前的今日,周深唱了一首《在我来看》,十分有知名度的音乐,那便是音乐启示了,时间过得好快,现如今这歌也早已发售一周年了,启示是地下城与勇士官方网动漫,地下城与勇士逆转之轮营销推广曲,顺从主题风格启示降临,逆转黑暗, 周深用自身的天籁之声,对这歌开展了酣畅淋漓的表述,希望是虚妄的吗?录的镜头真的有光明吗? 这歌的歌曲歌词选,用了自说自话的方式,期待,光明,信念,内心的光,看歌曲歌词,有很多黑暗的元素,可是周深唱出则是充满了无尽期待和非常大激励,这歌最合适在最消沉无奈的情况下听, 最合适在惆怅不知所中的情况下听,每一次听见这歌,都是会给人无穷无尽能量,好像在漫漫长路的夜晚,里召来一束希望之光,令人不会再担心,不会再惧怕,无论明天命运,还有多残酷的考验,我都将守卫光明的圣殿,哪怕黑色暴雨,暂时不会停息,不会停息, 每一个人心里都是有一座光明的圣殿,针对听音乐的我们都是那样,针对自小就拥有,歌曲理想的周深更是如此,一路走来,周深依靠自身这一份对歌曲,对理想的坚持不懈,不断训练和勤奋去坚定不移的, 寻觅自身的歌曲露面,这一份忠语,这一份坚持不懈,用心提前准备每一次表演,认真完成每一个演出舞台,看见他余晖硕的,立在自身喜爱的演出舞台上,忠心的替他觉得自豪和引以为豪,路的镜头真的有光明望,周深启示一周年,心向远方英勇追,只需勤奋了,路的镜头一定是光明, 宝藏男孩来日可期,期待您产生更欢快的音乐,全部的生女们一起加油哦,勤奋变成最好的自己,周深处示原则是真诚,谈话的方式是对事不对人,真诚平等对待他人,觉得深深式的细节控,他把每个字每一句都处理得完美,深深太强大了,听了深深的歌就听不进别人的歌,我个人觉得不仅仅在于他的音色抓我, 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太细腻,没有瑕疵,导致我听别人的歌,有种粗质烂造的感觉,是把对自己的不确定,焦虑转移到了自己喜欢的人身上吧,以为担心就是爱了,这个在自己真心的时候,能意识到的话也是件好事,否则将来自己养孩子时,也会这么去爱他的孩子,刻板印象也是大可不必哈, 如果声音细个子不高,就觉得别人娘,那我声音粗是不是,得来个人好我身边啊,恶意重伤也是没必要,做人温柔点没坏处,外在并不能用于评判一个人,何况你还不了解他,他比那些外形阳刚的人更男人,这体现在他的行为和担当上,那么多明星我都觉得不错,原来也喜欢过周杰伦这种神级的, 但没有一个能让我真的成为粉丝,去想追逐想为他做什么想去演唱会的,但周深,真的是一秒进坑出不来了,不会微博开始玩微博,下各种音乐软件,各种打榜,目标此生一定要去看现场,我已经很多年不听流行歌曲了,最近被霍尊和周深的作品吸引了,重新开始听流行乐,挖掘了很多非常棒的作品,我记得上次沉迷于流行乐, 还是在我16岁疯狂迷恋张信哲的时候,多听听新歌,唱得好听的歌手多如牛毛,绝对比上个世纪多,毕竟,时代都是在进步的对吧,周深的三观和为人是远远高于此的,所有声米都应该很清楚,周深明确表达过他不买热搜的,周深连粉都不买还买什么热搜,他和其他流量本质的区别是,他是实力唱出来的流量, 所以周深的流量呈现出数量不多却活跃度强的局面,认为自己是普普通通知场议员,他的谦逊和真诚注定在提出问题时不是傲慢,不是不屑,而是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着想,所以会令选手动容,令路人深思,令生米感动, 所以你多虑了,你看低了周深的为人,还把一些过去为了博眼球,用贬低他人甚至人身攻击,来给自己点评提热度的点评人与周深相提并论,这真的是侮辱周深了,周深不是第一个用真诚来帮助选手的导师,也注定不是最后一个, 娱乐圈和其他行业本质上没什么不同,每个人在自我打拼的时候,有人明哲保身,有人拉踩,有人防暴,但也有人选择善良和真诚, 另外,这两年娱乐圈里,资本市场的几次跌宕,以及主流官方的倾向性对男团女团的个人修为,以及实力提出要求,都是刻不容缓摆在面前的问题,周深即使不是最先公开提出问题的艺人, 也肯定会作为榜样在解决这一现象中扮演角色,所以明目张胆叫周深敷衍了事得过且过的,个人认为还是少管他,这等于再给周深招黑,周深注定不会只做这一个综艺的一介导师,他的眼光和格局,就注定不会满足于一个敷衍了事的存在,周深出道也六年了,也算是小小经过一些风浪了,娱乐圈里的规则,以他冲浪少年的性格, 估计也摸着了不少,几次小危机处理的也不错,但为什么近一年他在节目中倒是越来越敢说了,一是确实资历有了些话语权多了些, 二是表明态度其实一方面是自己的信息输出,他这么多年圈里摸爬滚打,有一部分的性格是始终没有变的,还在坚持自己的初心, 歌手如何面对网络利器,周深的话说到重点,用在冯提莫身上太合适,和去年一样,2021年有两档选秀类综艺同步播出, 分别是创造影2021和青春有你3,其中创造影2021的关注度更高一些,毕竟这档综艺的导师阵容有周深,邓超,明镜等大牌明星, 导师阵容对一档节目的质量影响非常大,就拿创造影2021来说,里边几位导师分配相当合理, 导师们除了给学员指点专业性问题之外,还对学员的成长起着教导作用,周深就是如此, 他不仅把专业的声乐知识交给学员们,更是言传身教,讲述一些引人深思的大道理, 创造影2021开播初期,一位学员和周深的对话就成为热议的焦点, 这位学员问周深,如何才能从网红转型为专业歌手,有什么捷径? 很明显,这是功力心比较强的表现,这也是全体学员的普遍心理,因为大家都很想红, 对此,周深回答网红歌手和专业歌手都是歌手,没有等级之分, 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,周深还表示,当歌手要受得住初心, 把心思放在产出优秀作品方面,好好唱歌才是最重要的, 不得不说,周深的话真的有几分道理, 不过娱乐圈能够按照他说的做的明星,却没有几个, 周深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,最近,周深在创造影2021上在出京剧, 当时大家谈到了网络力气这个话题,周深以自己的经历为力, 告诉学员们要用歌声回应那些网络力气, 如果花太多精力关注网络上对你的恶评, 忽略那些力挺你的声音,会打乱你的节奏, 对于恶评要放平心态,最好的方式是用作品回应, 网红歌手如何面对争议,周深一句话说到重点, 用在冯提默身上太合适, 不得不说,周深这番话用在网络歌手身上, 再合适不过,冯提默就是最好的例子, 冯提默是一位网红出身的歌手, 后来转型了,现在应该算是娱乐圈一位小有名气的明星, 冯提默一路走来,可以说是相当艰辛, 网络力气对冯提默从来没有客气过, 有人说他身高,也有人说他没有自知之明, 没有几把刷子还要当明星, 尽管成长路上伴随着力气和争议, 但是冯提默并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干扰, 正如周深所说的那样,冯提默选择性无视这些力气, 多关注那些赞美自己的声音, 从而对事业,对梦想充满希望, 如今冯提默已经成为一名咖位不小的明星, 上周湖南卫视的百变大卡秀节目中, 冯提默模仿欧美明星经验亮相, 让网友们刮目相看, 冯提默现在的事业, 可以说是蒸蒸日上, 如何面对网络上的争议和力气, 冯提默和周深的做法, 给那些刚进入娱乐圈的新人指引了方向。